我们讲加拉太书呢 讲得比较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加拉太书是一个神学论著 那里面有很深的神学的思辨 那讲快了就像葫芦吞枣 听了也没听到什么 那我们就想着慢慢讲 那我们时间是有的 上一周我们暂停了 那这一周呢我们来继续 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 保罗前面讲了这个律法 前面讲了应许 到这里面他还有一个结论了 他说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就是用现代话讲律法跟应许矛盾吗 他给了答案说断壶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传了一个能教人得生的律法 亦就承然本乎律法了 所以这个有点难理解 我们把它讲好再回来讲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他在这里面 他是把两个单独又讲了一遍 他说律法是什么 你守住了 这些你都守住了 这些你都守住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成义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义就属于律法了 但事实是什么呢 说你守律法 你守住每一条律法 你守住每一条律法 你就成义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 那义就属于律法了 但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 神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神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然后我们在罪里怎么得救呢 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 我们靠着应许 因信耶稣基督 然后归给那个我们 是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那我今天我来讲一讲 这个阿丽刚才提的一件事 他说有一伙人 你们也听到了 他们原来是干嘛的 他们原来都是服侍神的 有一伙人 他们是干嘛的 他们原来是服侍神的 服侍神是啥意思啊 服侍神就是说 他们也不中利 他们也不做买卖 他们就是传福音 祷告敬拜赞美 但是他们如果一直传福音 祷告服侍敬拜赞美 他们能不能得到福呢 我告诉你一定能得到福 因为圣经说了 做工的得工价 那你干这个活 那上帝也必然供应你 但是问题来了 这些人如果把他们每一天的服侍 当做律法 他们守住还是没守住啊 很明显他们没守住 他们离开了教会 他们去做买卖了 然后做买卖的结果就是什么 赔的 钱赔了 赔的 人也赔了 就把身体搭进去了 所以今天你看到没有 今天理论上讲 如果一个人 别人也是这样想我的 说牧师啊 你就好好干 啥也不要想 你就来教会传教 上帝会养过你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那事实上 这王牧师都快饿死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讲没有人是靠律法得救的 没有人是靠律法成议的就好像最近我一直带大家讲也没有人是靠勤劳能致富的 我们对吧 最近我都讲了 所以更没有人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 你就可以谨仪御实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人我们都靠恩典 这个恩典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应许来的恩典 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想 阿里马上去见接人 那就要跟接人讲清楚 他们还是要回来 他们还是要服侍神 但是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服侍神就一定得到恩典 如果他们服侍神就得到恩典 这叫什么 这叫靠行为诚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服侍神 但是我们仰望主的共赢 我们可以服侍神 我们仰望主的共赢 所以今天律法跟应许 律法跟应许的关系在这 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律法了 然后应许就被废掉了呢 No 相反恰恰因为律法让我们怎么样 知道应许怎么样更加宝贵 最近呢有一个我们同工的同学 这是一块绕口令 我们教会有很多同工 那有一个同工的同学 他本身是不姓主的 那因为他的同学在我们教育做同工 所以他自然也认识我 那最近找到我 然后发现他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分析 这样那样那样 结论就是说他现在就不能再做这个事了 他本来有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一些原因他放弃了 然后开始自己创业 创业没有错 但是你选的路很重要 他选的这个路不适合他 那现在因为创业跟二弟讲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咋跟一模一样呢 这个钱也赔光了 现在欠一笔又债 然后身体也不好了 整夜整夜睡不着 那他现在找到我 我就给他讲 我说那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那以后咱们这么干 这么干这么干 他也同意了 他现在跟着我 那问题来了 他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 能好 那你说牧师 那你早不咋跟他说呢 你问的问题太好了 你问的问题太好了 我在很多年前 我就认识他 你知道咱教会的同工 都人缘特别好 打字方便 咱们教会的同工 人缘都特别好 所以人家虽然不认识我 但是人家一听说 是你们牧师来了 他们还挺江湖的 就是你们老大来了 那我必须表示 我每次到南方 人家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请我喝酒 他请我吃饭 他请我喝酒 我也没跟他讲 那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问题就在这 只要信主就会被祝福 只要信耶稣就会被祝福 只要信主就会被祝福 只要信耶稣就被祝福 这多好啊 牧师你要跟他说呀 阿里开麦一下 我跟他说他能信不 那个 如果是我的话 我信 二雷特别有智慧 二雷特别有智慧 二雷特如果是我 我信 我跟他说他不信 为啥我跟他说不信呢 因为 我是一个不传福音的牧师 但是我的同工都是传福音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的同工肯定跟他没少讲 他要信他早就信了 所以我就知道 应许就在这呢 但是律法还真的需要 所以他现在这个离开原来的工作了 现在创业了 现在没有钱了 然后现在我再跟他讲 信主 你说他信不信 他百分之百信 他百分之百信 所以现在他已经 这个这个就是什么 信服口服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是罪人 但是应许里面没讲我们是罪人 应许只讲我们信主 耶稣就给我们恩典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罪的时候 我们觉得上帝欠我们的 为什么 我这么好 上帝你军该给我好东西 你说牧师真有人有这种想法吗 哎呀妈呀 圣经里面早就说了 那个大儿子 谁圣经书可以把那段经文找到发到对我话里 那个大儿子 他 抱怨 他对他爸爸说 你太不好了 我辛辛苦苦的 任劳任怨的 勤勤恳恳的 你都没给我一个羊羔 让我跟我朋友快乐 啥意思呢 就说我拿个羊羔 跟我朋友们大吃二喝 这是应该的 你怎么样 你没给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我特别愿意用那些被生活折磨的 已经走投无路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你跟他说 他大概会信 你让他做 他大概会顺服 那些还意气风发的时候 还这个一往无前的时候 还一路高歌的人 你跟他说啥 他觉得你混的还没他好呢 他听你的 别扯了 你得听他的 所以这些年我也见过很多 要教我怎么当牧师的人 后来经过生活打磨 都服了 说还是牧师 你有从神来的智慧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律法是叫我们治罪的 生活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是软弱的 所以今天 我们被生活毒打以后 我们再来到主面前 我们就不敢跟主讲条件了 我们就不会像大儿子一样 还抱怨了 你咋不给我个羊羔 让我跟我朋友一起快乐呢 我们到主面前就是感恩 是不是二列 我们一个要死的人了 我们还能跟主说啥呀 来到主面前就是感恩 对不 就是感恩 就是感恩 对不对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现在也被生活毒打 但是家家因为被生活毒打 所以我心里面更加感恩 哎呀 感谢主 别人早就吃苦 我这才吃苦这几年 而且我虽然 这个刚刚吃苦 但是马上神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感谢主 所以我每一天 我虔诚的跟神祷告 我说 我相信 透过耶稣基督 咒诅 被耶稣代替了 我相信 透过耶稣基督 罪被赦免了 我相信 透过耶稣 我们领受 是天上地下的夫妻 是天上地下的夫妻 所以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把众人圈 我们都是罪人 谁也不比谁好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该死的 别说 要房子了 别说要车了 要口气 能活的就已经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 打心眼里面明白 你别犯罪 你犯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你犯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那你今天能活着 就敢吧 所以我们 律法让我们知罪 然后得救 还是靠应许 但圣经 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这个 借着律法 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了 借着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了 然后让我们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让我们承认 我们是有罪的 让我们承认 我们是需要主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 就得着 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 应许里面的福 这样 我们就会更加感恩 所以我自己 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 如果一个人 他觉得他很 他很 他很行 他很能 我不碰他 让他去跑去 等他跑不动了 等他 等他干不动了 等他走投无路了 我 依然可以帮他 因为 神 能旷野开道路 神 能沙漠改造 我不怕 所以 我自己 最近 我收了好多 都是已经 走不动了 走不下去的人 你们走不动了 没关系 你们走不下 没关系 你们记住 跟着神 一定有出路 离开神 就算展示有路 回头路又堵死了 所以 我们教会 没有规矩 我们也不教会 不需要签合同 今天王牧师帮你了 明天你必须跟王牧师一辈子 不需要 因为 你离开神了 这个王牧师也救不了你 但是 你只要跟着神 那神 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 那你跟着王牧师就对了 阿们不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们还是要抓住本质 本质 是 因信 耶稣基督 我们得 应许的福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都是蒙福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的福 是因信 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 再一次 洁净自己的思想 不要觉得 我干了什么 我就应该得到什么 你干了什么 你就应该得到什么 这是靠行为诚意 今天在基督教里面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行为诚意 就像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没有一个老板是靠勤劳发家的 勤劳发家的 几天前我参加这个洛杉矶 一个副市长的这个竞选活动 然后 人不多 一桌 十几个人 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老板 然后 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讲 他就讲 他说呢 他就是 到了美国 没干什么 就买了很多地 就买了很多地 所以 亲爱的丢人家 姐妹 你看 你买 买 买很多东西 最后 你会发现 这钱都浪费了 白侠了 所以 你挣活 你辛苦 辛苦干活 干活 你去给车加油 你辛苦干活 挣钱 你辛苦 去给车买保险去 他买了很多地 而且 而且安州 你应该可以查的历史 就美国的地 就这两年涨起来的 你想 三十年前 你要买一大片地 也没有多少钱 但是这两年 他就地赚了钱 很有钱 所以今天 亲爱的丢人家 姐妹 在圣经里面 神的应许是什么 一人必承受地图 打字方便打字 一人必承受地图 所以今天 亲爱的丢人家 姐妹 他 他绝对不是因为 他比王牧师勤劳 他每一天 他干 王牧师干十个小时 他干十二个小时 他一天 他连四个小时都不到 他一天四个小时都不到 所以今天亲爱的丢人家 你慢慢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慢慢一件事 包括这个世界的财富也好 包括在主里面称义也好 没有一个是靠行为的 没有一个是靠行为的 都是靠恩典 都是靠恩典 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讲黄金传票的事情 黄金传票的事情 黄金传票呢 你们上网搜 黄金传票 在这个历史上 南越北越打仗 然后美国撤退了 南越就败了 北越就杀过来了 北越是共产党 那他们呢 这个在南越的人 他们就面临着这个 叫什么 这个暴风咒语 那他们有的人 就选择 不管多贵 哪怕一张船票 一根金条 他们也买 凡是当时拿金条买船票出来的 无论是漂到香港 无论是漂到新加坡 无论是漂到马来西亚 无论是漂到美国 都赚了钱了 所以你去想吧 现在那些老子来美国的 谁都有几张房子 随便卖到房子 能换多少金条啊 安卓你 你做快 你帮我们算算 但是那些觉得 哎呀妈 金条太贵了 哎呀 金条太贵了 这个 我不 我不舍得买 不是没钱 有钱 有钱 我不舍得买 结果越共来了 你想 越共跟中国是一样的 大土豪分成地 直接金条全部没收 而且人又被砍了头 所以今天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也是一样 所以我告诉很多人 我说我们服务贵一点 但是你也要来 为什么你要来呢 因为这是黄金转票 你出来了 你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你进去了 不单窝窝头地 这个吃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 你所有的钱都没没收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今天我们穷 我们也不是因为 我们没劳动 你的信心 我们富 也不是因为 我们劳动别人多 也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让弟兄姐妹 明白一件事情 整个宇宙 当神创造的时候 神就定了这个律 你相信 你就蒙福 你相信你就蒙福 所以 我 我今天 我讲这段话以后 有一个人特别聪明 他说牧师啊 人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讲 他们不信 等他们 遇到困难了 比方说 已经人被抓起来了 这时候想 想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我说那现在 我们就怎么样 我现在我们就要 给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 就提钱 就赶紧把钱掏出来 买黄金转票 我说 就好像 这个诺亚的时候 上帝说了 接下来 要下大雨 整个地球被淹 赶紧造船 所以 这个 诺亚 不单自己造船 他也告诉旁边的人 也要去造船去 但是你们知道 旁边的人 有信的吗 没有信的 甚至 这个 这个 连他 诺亚 绝对不是独生子 他的兄弟姐妹 都没有信 但是今天 我们 知道 能信的人少 我们也要传这个福音 能信的人少 传这个福音 所以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讲 律法 是让人知罪的 生活 是让人 知道 自己是软弱的 所以很多人 中国话讲 不撞南墙 不回头 没关系 他们去撞他们的南墙 他们一定会赚上钱的 上帝已经把墙 把路给封了 墙在那呢 但是呢 我鼓励 我鼓励 我鼓励我 我鼓励我 咋的了 我这已经在外面转悠一会儿了 进不去 但是现在又一人进不去 您能帮我们开一下小门吗 我那个扣的 今天不知道晚上都 我鼓励我 这是 在监制